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咱们共同收看今天的国战录像吧 第一局 这个主日角玩家的一角远道啊 四三九九区的玩家赶上他录像果然是远道而来 这里选将的话 很多组合都可以选啊 加许张角 诸葛亮流善 诸葛亮流善的话就是配合队友也非常犀利啊 我之前做过类似的录像 诸葛亮梦获的话就是禁敖战啊 那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啊 你们懂的啊 看看怎么选 如何选呢 啊 最终选了贾许张角 嗯 贾许张角呢 就是群雄的可能开启团来会比较厉害啊 起手啊 起手的手牌并不是很好啊 主持人家并没有刷下脚提卡 可能脚提卡比较少吗 嗯 结果上加同事判官的司马懿出现了 结果捅了一刀 那摸有闪 就是灰长的难受 他可能觉得装备比较好吧 觉得二号位没有那么大危险 但是啊 魏国竟并不给你安逸的港湾啊 直接送来弄你啊 那这个狮子还是起到了作用啊 摸到了一个人王盾啊 毕竟回了雪啊 回了雪 这个不是不太好搞他的啊 也不要去搞他 先观望一下吧啊 关键是搞他 你自己要惹一身骚 好 这边这个人非常的猛啊 直接怼过去 二话没说啊 有可能是咱们的队友啊 因为他主动的替咱们出力了 好 这边还有技能啊 可能是这个 李脸他应该是不太可能 李脸的七手 怎么可能能量司马懿呢 对不对 应该是寻遇吧 杀一刀乐住啊 乐住不洗澡啊 那你那你还不如先乐呢 他可能觉得司马懿有闪啊 我不知道 反正人家司马懿是反馈了你 看起来他真的是没闪啊 天狼加深 这边又放了个万剑啊 这个没闪是真的难受啊 不过还好别人不知道你是张角 对你没有那么大欲望啊 你看啊 你发你们会发现 张角如果被人发现没闪 大家就特别愿意扑了 批了啪啪啪往上砍 普通人没闪 有的愿意砍 有的不一定愿意砍 好 这个人表示司马没闪奇怪啊 他可能第一下 就是说哎 你有闪就出了吧 那也不会骚扰我 呃 他很奇怪 奇怪的是自己为什么被骚扰了 是吧 好 这边挂了个藤甲 璀璨星河 任何张杀啊 赞标飞位吧 先赞标 毕竟三血不卖挂藤甲 还是这句话 新国战这个三血不卖 不是位的几率 这个大大降低了 就是由环境所指 这里你想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你出来 对不对 你已经揍了半天了 还让你出来 日子那不是不过了吗 当然咱们也不好揍他 先过了吧 不要为了打死他 当然这里是可以打死他的 乱武剑他吗 他问题是 你为了打死他 这个代价有点高 场上局势还不明朗 难受 六号你难受什么 你队友被打了吗 还是打回事你难受 挂了一个马 以代劳 他表示算了不打了 你打打锤子 你没牌了 你想得到挺好 这边这人扔了个桃圆 也并没有想给这个 巡逾开好 这一只笔 这一只笔看一下五号 然后呢 然后也不能咋样 他也打不到人家 是吧 长山都 长山都可爱情 他想是那个麒麟弓了 这个是正常的动作 保护自己的动作 并没有别的意思 以代劳 当然了 看看别人会 因为你顺人家而被揍 这个人表示 我不要情供 三尖两刃刀 我是纪灵 是不是纪灵呢 吃我一记 三尖两刃刀 这里巡逾司马的话 被勒以后 手里大概率 逃久的可能性高一点吧 这边这个扔逃了 那几百分之百不是为了 不可能 这种情况下扔逃 那是说不过去的 好 绕了一圈 司马巡逾 竟然满血复活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竟然有人 大家都放过了他 本来以为别人会去补刀 好 那他肯定会 这个无论三号是什么 他肯定都找这个三号算账 对吧 毕竟三号 起手在暗的时候 是打他最凶的 好 这三号表示日了狗 随便找个人看看吧 他选择了五号 哇 哇 竟然是队友 那竟然是队友的话 由于四号也看过五号 那就是四号的身份 一会儿也应该很明显的 能看出来 对吧 如果他是群的话 他很肯定会很乐意的 去搞别人 对吧 他毕竟也知道 三群身份已通 然而 然而并不是这个样子 之前他也扔过桃源 可能是别的国家 只是觉得这个 大群已见 所以开始搞群雄 行吧 也没什么问题 毕竟三号确实是 比较像群雄 而且他已知有三个群雄 已知有两个群雄 这边一顿搞 那别人怎么想 那是别人的事情 不过 从别人的视角 如果别人足够机智 还是可以判断出五号是群雄的 好的 这边这个藏势 藏势表示不动 不动就不动吧 有可能是看出来了 看不出来 也有可能是看出来不想动 好 这边去 对 你也是群吗 还是说你认为四号是魏 这个我就不懂了 因为路人他并看了很多东西 并没有看那么细 他只是说 觉得你反正不打魏 你去搞其他人 你有可能是魏 对吧 或者说他真的就是群 这个就不知道了 一切皆有可能 好 主持人一看 这不行了 你小子已经残了 我手里有这么多杀气要弄死你 一两果然是个蜀 并不是并不存在魏国 好 这边表示不能忍了 忍不了了 直接鸡杀掉他 希望他不是小鸡吧 才是小鸡都不太好了 这边那边也不是群 好的 往那边杀 皮特帕拉的 这个司马懿竟然没有杀 没有杀要弄死他 先火攻 把关羽压到一血 好 放在这里面最理想的结果就是 当然这里你可以先杀一道他 然后再放南蛮 这样的话是比较好的 不然的话 你先放南蛮的话 这个万一司马懿不死 把你杀拿走的 这不是就很尴尬 司马懿死不死 看他的缘分了 毕竟吃了那么多桃了 看有没有酒 关羽刘备被带走 关羽刘备在想压制大群 结果被大群带走了 天狗天狗时日了 好 这一波还是非常凶的 果然把这个两个打群雄 打得最狠的敌人干掉 这边铁锁连环连一下 这一会儿看有没有机会 雷击一波 你咋不上天呢 毕竟七号有可能是群雄吧 对不对 好 这边这个下架式群雄 也是比较正常的 好 全都去死吧 来吧 全都去死吧 但是没有黑桃 是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这道雷能不能批准 是非常异常之关键 然而他 他不是群 所以说他只是单纯的认为 四号跳的是位 这就是 怎么说思考成绩 或者说他没有认真去看排局 很多东西就造成了 判断的偏差 其实所以说你考虑路人的时候 你要观察他的这个胜率 从而去推断 他是哪个思维层级 对不对 当然了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你以为能打死人家 然而并没有打死人家 这就是人家进行最后的反扑了 你有话图你不用 你不有话图你不先用 猫猫屁 你有话图你不先用 能先白拆仨不拆的 简直是在逗我 好 这边开始进行反扑 你看看 你看看 接着那个问题说 就是 这涉及到一个思维层级的问题 对吧 比如说 你遇见的人 你看着他胜率比较低 或者说看他本局打法比较简单 你就考虑最简单的逻辑就可以了 盘最简单的逻辑就可以了 对吧 这边还有他没有方票 如果说这个对手非常厉害 你用 你只考虑最简单的逻辑 那你要么被骗 要么是斗不过人家 如果对手比较厉害的 那你就要 多考虑几个思维层级 对不对 就不要那么简单去判断 总之呢 还是那句话 因人而异 好了 这边果然是吴国 一大波反扑 直接干掉了 这就很难受了 这个周瑜 这个反见是真的难受啊 这一大波啊 非常的凶 直接反扑 当然了 咱们也有反扑的机会啊 咱们有火攻啊 并不代表咱们不能反扑 是不是 来 哎呀 这个牌非常好 吴龙胜有仪来了 找找花色吧 没有梅花 那没办法 那只能这个红桃放片 就反正你你不亮梅花 你就是识啊 对不起识 好的 这火攻还是起到了作用 能不能把冠师府回回来 如果能把冠师府回来 这里一定要强上了 这个孙奸咒语啊 孙奸咒语才是最大的力量 对吧 但是在冠师府 他是肯定不愿意给的 你不愿意给的话 他除了杀 骗掉了也徐胜的闪 那就咱们再去砍一刀 徐胜就有可能死 徐胜脱完了 那死了 死了话依然很难打 没有 冠师府下掉 都拆了吧 不能没法续报 血量不支持 而且 这里挂幻狮子吧 对 让他 他如果来阴魂的话 你可以回血 他肯定要阴魂 他阴魂 他感觉血亏是吧 所以这里肯定要换狮子的 没问题 没毛病 感觉还是很难打 感觉还是很难打 他并没有想到扔牌 觉得 其实可以扔吧 方片 我感觉 我感觉这波可以扔 因为毕竟是方片 你扔 对吧 还是还有闪 他也不敢杀你 是不是 真的是很难受 很难受 很难受 他说话陀技能变了 我想加血的 原来这样 这个周瑜 这一刀最好不要杀 你这个杀了 这个张角大概率有了个闪 对吧 而且你刚才反见是吧 你是不是反见了 就甭管反不反见 大概率有个闪 你这一杀 如果天派 你就死了 你这又是不是挺大的吗 没必要 没这个必要 这咱们就无脑砍了 看能不能砍死他吧 结果 因为砍死了 怪不得他来拼呢 好吧 如果你有闪的话 或者说有防御牌的话 就不要去拼 你拼的话就很容易猝死 这个手牌非常的好 非常的豪华 非常的令人艳羡 好 咱们再看这个第二局吧 主持人玩的叫梅大帅 久屈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这里这个只能选马戎了 传说中的马戎 孙坚和太后 其实也不错 但是呢 对吧 你们肯定选不了 我就不是小乔 好 起床四号位 杀闪八卦阵 还行啊 挂个负一 可以杀好多人 就这样吧 大桥摸牌阵段有技能 应该是鲁肃吧 周瑜的话 他大桥都亮了 还亮了大桥 还不如亮周瑜呢 是不是 好 看了一眼 然后开始搞 好吧 一代独士 一代独士 假许吗 是不是这样呢 反正他表示 被大桥都乐了 我就放完键揍你了 反正要不一会儿 还得乐我 或者怎么样的 反正你看了我了 三国沙变得这么陌生了 陌生了 变了 变天了 熟悉熟悉吧 吴忠都不要了 一顺一乐 是吧 那我觉得还是吴忠更好 是吧 然后出来一个 为了大把的赏赐 为了加关进决 兄弟们 上啊 我来也 延难闻愁 你太过道了 我想看看是你过道 还是我过道 我要压过你 压倒你 宝藏老个啊 甩顿决斗 哎呀 还有人抢救一下 不想让他死啊 行吧 你不是 不想放弃他啊 不想放弃他 就不想放弃他吧 那咱们这个 这个就挂个八高阵过了 你不可能去杀华佗的 结果这个大五国绿皮车 现在表示非常的浪啊 我们直接开团 不跟你那么多比比啊 好 K比Q啊 赢了啊 挂了一个寒冰箭啊 这是我要下了华佗的 这个红色装备啊 那边那个人只有一张牌 应该是会被那啥啊 这里下装备 对下装备啊 那个二号是肯定要掉血的 然后又开了一发桃源啊 主要是怕大桥屎 是吧 好 然后再砍 那好像总感觉哪有点不太对的样子 二号不是一开始满血吗 不是先开桃源比较好吗 我说感觉哪有点不太对的样子 好 这边夏宇哥 夏宇哥表示不跳身份啊 藏得很深 这边这个人呢 仿了一个南蛮 好 这个南蛮就足以表明身份了 这可能这个南蛮可能是卫蜀的干活啊 好 由于三个五国了 注农表示我亮了 一会儿收南蛮靠南蛮去揍这些五国啊 射起来啊 射出来一个国家 那这里其实蛮希望七号是队友的 七号是队友的比较好 如果是卫国的话还是蛮麻烦的 过河拆桥 啊 行吧 这个拆也足以证明啊 拆了寒冰剑啊 哦 那就是卫国的概率陡增啊 如果他不是蜀国的话 可能拆大桥的刀是不是更好啊 一会儿准备更容易方便击杀大桥是不是 那看起来七号是卫国的胜率 卫国的概率陡增了 好 这边黄盖竟然已经跳身份了 所以也不掩饰了 直接出来啊 收拾人头 看能不能把这个二和三带走啊 这些话筒应该是没什么人会去救的 他这种打法就是出来打工的打法 对吧 就不多谈了 那是他的事情了 打完工就跑啊 真真他们要刺激 好 这个被乐了 被乐了 他就 对吧 就随便摸一下吧 摸四张 还能不能找更好的牌 好 大哥三弟啊 大哥三弟全靠你了 助援闭合砍死他们 好 来一张 来一张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一定是他不熟悉戒刘备 其实有很多人 他如果说没有就是玩过好多次新国战 他就是不熟悉戒刘备 他肯定是点了一下祝容 还想继续给祝容 发现不能给了 大家注意啊 就戒刘备只能给一个人一次啊 他每名决策限一次 他肯定是不能给的 不能给他又去想杀大桥 然后本来他是一直在点的仁德 你知道吗 他把仁德那个灯点亮了 想给祝容 点点点点 点不出去 他又去想杀大桥 然后就把那张杀给出去了 就是这么个剧本 坑的鸭皮啊 请收下我的膝盖 好 那闪流里啊 对吧 他手里应该留着张方片闪吗 你不信你看 一会儿放大板肯定收的是个杀 就张飞给的 他的坑爹 他也变得好陌生啊 都变得好陌生 真的是热狗啊 难受啊 本来人头会是咱们的 结果这一下人头没了 可能会被魏国受了 惨 国家疯狂了卖血 看来水果不少啊 看来水果不少啊 你看是不是张杀 这就是迷之操作啊 玩个锤子啊 好 这边说来徐盛啊 这边很可能由于刘备的操作失误 让魏国去捡漏啊 魏国表示很舒服 哎 行吧 这边泰尔茨拼点 如果能拼赢 好像去杀七和二 请诸我一臂之力啊 好 刘备倒是挺阴险啊 刘备可以等着泰尔茨呢 等的不错啊 小兄弟 但是赢还是比较难赢的 首先呢 这个人头呢 要不然就是被魏国收了 要不然就是 他活过来 这麻烦大了 这个卢素 啥一刀 嗯 好的 能不能弄死 好 还有水果 还有水果 还继续抢救 还有个决斗 行吧 这回应该差不多去了 哎呀 打死了 但是依然不好打 可能陷入两位 两无两属的境地啊 那就前途未卜了 看看七号之后怎么办 要不要亮 好 还是选择亮 他可能要收泰尔茨 但泰尔茨有可能是僵尸啊 只能说有可能 凭他这么多轮 什么都没亮 好 刚才不移成 现在发现快死了 移成一下 象征性的 对队友军重一下啊 好 果然是大僵尸啊 嗯 就有点尴尬 有点不干不干啊 其实现在还好了 魏国的状态比较好 不怕死 就尽管放马过来吧 他说什么 万万没想到 还英文夹杂着拼音 夹杂着什么 啊 可以的 哈哈 这个刘备打的不怎么样 在这 骚话倒挺多啊 这里的话怎么办啊 这里的话不要去打谁了 暂时先缓一轮 就是 这里 这里 你不要 你打谁都不好 拉到嘲讽 这里最好的办法就是挂机啊 至于你挂机 别人会不会生气 那不管啊 对吧 连刘备这里回血就可以了 你如果一来打了谁 很容易拉到嘲讽这个局 我的建议是不要去打也不要发动浅戏啊 说说实在这个局你打谁都不好 因为你打魏国 魏国有可能也生气 比如说 你打吴国就吴国也会生气 因为吴国觉得他赢面很低了 他就会来给你拼命 所以这里到我的建议是不杀 谁都不要去杀 你这个杀的话 就是很可能埋下隐患啊 讲真的啊 当然看看后面他们到底会怎么打吧 也许 也许他们不会怎么样 其实你对吧 你基本上再这么杀的话 这吴国赢面就很小了 他就是 我经常说的 你断送了别人赢了希望 别人为什么要给你机会呢 也就是说泰斯斯这个拼点也就非常明显了 就是我宁可送魏也不可能送你蜀国 如果这时候我魏国足够聪明就来打蜀国 如果足够聪明就来打蜀国 对的 没毛病 打蜀国啊 这里非常的坏啊 拆掉八卦阵 让蜀国陷入不意志经济 然后直接去推刘备 这样的话蜀国就真的是陷于不意志 他收掉刘备 如果徐胜 如果说徐胜还愿意好好打的话 那还行 如果他还不愿意好好打的话 你就难非常难上见难了 怎么说呢 就是我给大家做视频 还是希望把有一些该说到的东西给大家说到啊 说实话那刀是真的不该砍啊 你谁都不该砍 你砍位也不大好 就是可以先看一轮 因为你看一轮 别人如果来打你 那就是你站在正义的一方啊 现在你就完全 就说实话 吴国砍你 你也没什么话说 因为你砍周 说实话这个局啊 人家吴国赢的希望就在于周泰 你去压周泰的血 人家吴国就希望就几乎几乎等于渺茫了 没办法了 你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去打打群羽去了 看看能不能拉回吴国的心了 对吧 这个没辙了 尝尝我飞刀的厉害 只能强上这个群羽了 撸个桃子还不错啊 那这样的话 刘备已经献祭了啊 太史词你们能不能回心转意呢 我们已经献祭了一个人 发了个磁凶剑 杀一刀流杀一刀群羽吗 看这意思 还是来调戏啊 好 想了半天算了 咱们还是这个对吧 恢复到正常节奏吧 那当时那回合你也不要去打位啊 因为你打位 位也有可能不为心的 比如夸一下 给吴国扑个牌啥的 总之还是先不动 怎么说呢 看一下 先把自己放在这个正义的一方啊 好 这边由于刘备献祭了 吴国又恢复了正常的滋味啊 开始进行打 看群羽怎么想 群羽要不要回个血 双神速啊 他可能手牌不是很好吧 想双神速回个血 四创啊 五创 五创死了 一闪而过啊 死了 那这个就输了 看他手牌吧 手牌如果特别好 他就出了 他不太不好 就直接神速回血了 因为对于他来说 回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看他扔子牌吧 看他扔什么牌 那看起来牌就一般吧 他如果单杀徐胜的话 威内能杀死 还是以回血为主 然而当周太子那一刻 吴国觉得赢不了了 就直接杀下了马带 所以说这个后遗症 还是非常严重的 接下来就看你自己了 对不对 没有办法 也许有马带还有机会吧 毕竟马带还是非常强的 能封住 封住这个就厉害了 封住有连弩 郭家主 桃比较少的话 就会被打死 骚 又骚到一张杀 三张杀 巡域呢 除非有黑酒 没有他别的是使不出来的 郭家有桃子 这里不猎刃了 这两两牌 不舍得猎刃 永不被骑 再来一刀 还好有这个马带 马带是能封住的 还比较好的 不封住是真的难受 是不是 好 多死 巡域表示很难受 巡域表示我还不想使 巡域七号位 骑士手牌杀 陶勒不思蜀 他说陶不能用 对 你说对了 就是不能用 还好这句有马带 玩话肯定是拱手相仗于魏国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说你 你说你 新国战不熟悉 但马带也不是新国战的武将 是不是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就是不能用 就不让你吃 不尊重你 这边 进入熬战 其实还是蛮难受的 就是必须及早的叛红 击杀掉这个巡域 好 他说我买了卦 他说我去 你看这边就让了 曹人单挑是非常厉害的 好 又叛了个红 又叛了个红 这个又非常糟了 这酒沙闷他 对吧 这酒已经 咱们这都喝了一个 之前还出过 所以能不能再拿到一刀杀 直接把他闷杀掉 Nice 我真的说 只能说 虽然那一刀杀的不好 但是 由于有马带神一般的存在 直接盼两红 狙杀掉对面 马带太强了 你不服不行了 但是呢 马带的问题在于 你能不能在关键时候 盼到你想要的东西 也是有闪出不了的 都很难受 要不然有闪 要不然有陶 对吧 还好 最后赢下了比赛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大家可以默默的鼓鼓掌 然后就睡觉了 好了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